在飞扬的孩子们 多少都有一些心理或情绪层面上的问题 接受安清工作的老师和社工们 需要付出更多的爱心和耐心 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找到 合适的老师 然后我们采用的方式不是志工值 因为志工型的流动率太高 孩子们会一直在适应新的老师 那感觉非常不好 其实这项的孩子他们其实非常的孤单 他们要适应环境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就采用的是那种专职式的方式来找老师 要找到合适的老师又有这样的时间 愿意陪他们有爱心有耐心 因为他们很多孩子是在学习能力程度上 已经是落后一节的 必须要花一点时间来帮他们追赶他们的课业 或是帮助他们能够跟得上进度 所以我必须找到这样的老师 然后他愿意拿到很少的薪知 做很伟大的事情 对前面的薪知也没有准备 那就写前面的薪知啊 前面有个十一份到十一份到十一份的也要写 对 两个人比较少的人两个人翻呢 前面要准备下来 跟家长还有学校的 给一个沟通的方式 因为可能在地的学校它有一些经营的目标 或是对小朋友教育的目标 然后可能跟家长期待的一些小朋友的一些成长目标 就落差很大的时候 就变成我们卡在中间 因为就变成家长会把学校对小朋友的期待 跟对小朋友送来这边的期待 全部都加在我们身上 然后就变成我们很难去调整说 可能学校老师的教法是这样 对小朋友的家长的开度是这样 可是我们站在中间的角度就是要去平衡 就是也不可能说我们偏向家长或偏向学校 因为我们可能对外的观感还是 大家还是期待我们是陪伴小朋友 让他在生命上面 不只是成绩上面 都有一些成长的话 我们就是不能去界定说 我们两边的角色该怎么办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遇到 就是有时候老师可能跟家长沟通的方式 可能学校老师会不赞成 可能我们的教法是觉得 小朋友真的要从他的生命 从他的基础开始打起 可是他在学校体制里面 他就要跟着进度去走的时候 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取决顶 我们很难去抓 所以就是我们都起 我们的老师都会花很多时间 在跟家长沟通的方面 让家长了解说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中午时分 飞扬学院的老师 正准备开车去接放学的孩子们 我们这边是静止体拔 然后可能就是会打草洗碗 然后那个拖地洗垃圾桶 然后是他们都很开心 不会啊 因为扫这些东西他们很开心 就不用解功课 所以这是各个安清班的车在这边等 对 你看我们一个小小的角色 看安清班有多多 好可怕 真的 很多 那旁边还有 到了学校附近 一家家安清班接送的交通车 已经在广场等待 老师们还没下车 就发现孩子们的状况了 哎呦我们班的人出事了 有人在call 我想要回家老师 谁啊 我也要回家老师 我们先回家 会再回家 我想要回家 可是这样不能回家 我们先回家 我认识就行了 先回家 我一定会打草 这样好不好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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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仍然泪流不止 但老师们给的拥抱和安慰的话语 让小小的心灵注入一股暖流 这些弱势家庭的家长们 大多以农业和打零工为生 通常要忙到七点以后才能回家 所以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七点的时间 孩子们最没有人陪伴 飞让学院在这段时间帮忙照顾孩子 一来家长无后顾之忧 可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来教养孩子的常规和品格 也可以增进作业上的成绩 阳光下的骑山老街 一群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寻访各式老建筑 这些孩子们是飞扬学院的学生 家庭背景几乎都是单亲弱势 即便一月底学校开始放寒假 这些孩子们的家长还在为三餐奔勃工作 飞扬学院的志工老师们便带着孩子们出来做寒假作业 有没有提三 提三小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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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他说请你拿笔画出你走过的路线啊 我们刚刚走过的路线啊 上面有题目风阻可以在路线 我们先教画那个走过足的路线 上街上市站 直接走 我们自己走 然后走 我们自己走 那我们应该是从这里来 我们现在先走 他们自己先过来的啊 我们现在先走 所以两者 应该走 配合 好 不れる 我们要买到牌子 那些都是我們的小隊長寶寶們跟我們講 然後我們自己填上去 所以今天覺得出來玩很好玩 很好玩 菲洋學院的創辦人之一國子冰牧師 從2005年服務至今 已經有十個年頭的克服經驗 針對學院的創辦人之一國子冰牧師 對弱勢家庭的教育師呢 他和我們分享了他看到的狀況 那我們服務的都是比較弱勢的孩子 那缺乏關心照顧 所以他們從學校回來之後 大概也沒有人去陪伴他們寫作業 或者跟著他們 所以我們所服務的對象 我們的孩子在課業上面是明顯的 或遠遠的追不上一般家庭的孩子 那現在台灣的教育如何 我不了解 但是單單針對我們所服務的對象 我們知道是真的完全跟不上 所以這也是我們服務的很重要的重點之一 這些孩子 怎麼說呢 他們在 因為現在一班 一個班級裡面的學生 不是只有十幾個 有些是三十幾個 所以難免會被忽略 這些孩子會被忽略 如果他又沒有客戶的照顧 沒有用錢來買這樣的服務 來幫助他們 那這些孩子等於是被放棄了 那所以我們服務的對象裡面 有些到了四年級五年級 連最簡單的注音都沒辦法 數學更不用講 所以這時候我看到 教育的體制 會等於是服務某一個族群 那另外一個族群等於是被放掉了 非常的可惜 對 喜歡畫圖的黃淑敏 總是一個人靜靜的坐在位子上 做自己的事 天生的性格加上家庭的變故 讓淑敏從小就養成一個人 找是做的生活習慣 淑敏現在就是他們家 他現在目前是跟爸爸住在一起 然後他也跟阿公媽住在一起 那他現在是 就是最主要是爸爸在照顧他 那是單親家庭的孩子 那他剛來的時候是社工介紹的 透過社工他介紹來到我們這邊 然後還他們家裡 爸爸目前的狀況就是 因為他因為一場車禍 所以就導致他現在因為傷到腦部 然後他也傷到神經 所以他就會 無論在肢體動作上 或是語言的表達 還有他的視力的部分都受到傷害 所以他會一直在退化當中 所以爸爸沒有辦法正常工作 所以目前爸爸是 父親的哥哥在幫助他 就是等於哥哥做生意的時候 請他來幫忙 然後還給他一些零用金這樣子而已 淑敏家位在大寮的小山坡下 用鐵皮和紅磚搭蓋的低矮平房外 堆滿了父親皮手的貨物 回到家的淑敏 自動自發的把今天用過的便當盒和碗筷拿去清洗 淑敏的阿公阿嬤因為教育程度不高 兒子的工作又不穩定 孫女的教育一度成為老人家憂心的問題 我們這時候都比較沒有讀書 要小孩要給他讀書 多一點白癡 我們這都不白癡 我們都沒有讀書 沒有讀書 因為現在孩子靠這個 孩子的讀書比較高 因為地齡現在比較成熟 好像有判例 搞不通 搞不通 我說不 好像有判例 我教他 現在我說他聽不懂 這樣就對了 那非常的老師會不會來 就是有沒有來跟你們說 可以怎麼溝通 有啊 有啊 你們覺得怎麼樣 老師有跟我們講 慢慢溝通他 沒有叫爸爸 要拿來 孫明是比較不愛講話的小朋友 對 那小孩就是很 沒辦法管教 沒辦法管教 這麼說不 就 沒用啦 嗯 沒得用喔 啊 就是 很 很難 很難管教 對啊 就教老師幫他管教 嗯 今年上小學三年級的孫明 現在喜歡畫畫和手工創作 聊著聊著我們請他拿出他的作品 到鏡頭前欣賞 這個是寒假作業 剛做好的 嗯 好 這個代表好 富貴 富貴 這個是畫人 我最喜歡畫人 來把它擠 這個是 是什麼 日本的 和服 嗯 想像出來的 想像出來的 沒去過日本 嗯 單親弱勢的孩子 因為家庭環境的崩解 而缺乏教養環境 這樣不但牵涉到下一代的未來 也有關國家社會的競爭力 但是製成和孫明的故事 讓我們看到 弱勢家庭的孩子 一樣也有許多過人的才智 與潛力等著發揮 飛揚學院的老師和志工 用愛與耐心代替金錢 拉這些孩子們一把 同時也減輕弱勢家長的負擔 以實際行動 陪伴單親弱勢的孩子們 找回自己的人生 未來的路還很長 所幸在這裡 有一群熱心的人們 決定陪他們一起成長 字幕 helm霸佔 詞曲 онь不天欣 詞 欣詞 則編 特別帥 凍曲 鄧姨 詞 哨 麗音 詞 詞 否則編 詞 曲 張 騙 兒子